德国农民如何采摘苹果 大型机器开过去 苹果就收好了 效率真高 苹果是一种普通的水果 也是我们最常吃的水果 苹果营养价值很高 含有丰富的苹果酚 苹果酸、果胶以及维生素 多种矿物质 素来享有水果之王的美誉 因此平常多吃苹果对身体有百利而无一害 苹果即可鲜食 又能加工成苹果醋、苹果酱 不管哪一种 都有不错的口感和味道 因此大部分人都喜欢吃苹果 苹果原产于欧洲地区 现在世界各地都有种植 但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和德国 到了苹果成熟的季节 大量的苹果需要采摘 对于种植大户来说 如果依靠人工一个一个去采摘 那将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 而且还会增加采摘成本 十分不划算 如果能实现机器采摘 那将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对于机械强国的德国来说 干啥事都能用到机器 当然采摘苹果也不例外 那么你知道德国农民是如何采摘苹果的吗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德国农民采摘苹果 大型机器开过去 苹果就收好 比起人工一个一个采摘 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而且还是分得轻松 可以说一台机器能抵50个人 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 所以说不论是什么种植 如果能实现规模化和机械化 不赚钱都难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德国农民 是如何采摘苹果的 在这片苹果园里 苹果树种植的非常规范整齐 而且高矮都差不多 做这样的规范 就是便于后续机器采摘 我们看到的是一台大型的苹果采摘机 是三轮设计 左边是传送装置 右边是采摘装置 采摘装置 包含有振动装置和收集装置 作业的时候 采摘装置和传送装置都会伸展开来 机器慢慢往前开 采摘装置会沿着苹果树行走 而且收集散布会铺开在树下 当振动装置的一端 触碰到树干的时候 另一端就会自动缩过来 将树干加紧 然后产生振动 将树上的苹果全部摇晃下来 苹果掉到下面的散布上 接着通过传送带 被传送到左边的运输车上 整个采摘过程十分轻松高效 用这种方式采摘下来的苹果 都是用来加工苹果醋或者苹果酱的 因此不用担心采摘过程中 苹果外表有一定的损伤 当然这样的采摘机 在德国是可以上路行驶的 如果要采摘鲜实的苹果 用上面的机器就不太合适了 于是他们又发明了一种 机器人苹果采摘机 机器人有两个机械臂 而且机械臂上有扫描装置 它能够对树上的苹果进行扫描 确定是否符合采摘标准 如果符合则采摘下来 放入到工作台上 工作台上的拨轮带 则将其拨到塑料框里 这种采摘方式虽然比不上 大型苹果采摘机 但比人工还是要快 而且还不会损伤苹果外表 所以还是值得称赞的 德国农民真是懒 干啥事都想着用机器代替 不过确实令人羡慕 毕竟用机器代替人干活 大大提高了采摘效率 而且还减少了人力成本 一举两得 当然这样的采摘机 在平坦的果园里 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如果在崎岖不平的山地里 可能这样的采摘机并不实用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 请点击关注我 屏幕下方点赞 评论并转发 我们下期见